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,南台湾近日连续暴雨,不少农田变成水乡则国,影响农民转,弃作不及并冲击绿肥存活率,立委邱志伟为农民对低绿色环境给付请命,农委会从善如流放宽勘查标准。 邱志伟指出,对低绿色环境给付几化中规定,转,器座或绿肥,翻耕田区,如今勘查或抽查与农民申报不符者,其违规命迹当机座,农委会不仅不合于补贴,且将取消次年同一器座申报转,器座,生产环境维护措施,倒作直接给付及报价收购等措施资格。 邱志伟说,对低绿色环境给付计划二期到作执行期限原定9月20日,但近日的连续好雨,造成不少农田一片水乡泽国,难以耕作,影响农民权益甚至,因此他紧急协调农委会提出三项要求,包括一,放宽对低绿色环境给付的财任,并延后勘查期限。 二,若农民无法在实现内申报转座或器座,得依现况翻更认定。 三,保障农民次年度申报转座或器座,生产环境维护措施,倒作直接给付及报价收购等措施资格。 农委会从善如流,立即放款农田勘查及申报规定。 韩文回复邱志伟表示,对地己付申报率肥及景观作物者,成活率若未达50%,以公所就现况判定为准。 至于申报转座,器座或种盗在案者,倘若公所尚未进行天然灾害救助或转,器座勘查作业,可以变更或取消申报项目,必要时得延后勘查,且不影响下年度第一期转。 器座七成,邱志伟表示,近日暴雨接连狂炸南台湾,许多地区时雨量超过100毫米,农地被洪水淹没,政府以最快速度启动农损救助机制,并紧急启动对待己付勘查标准的调整,希望给遭遇天才的农民最好的照顾。